各位网友大家好 想必大家都已经得到消息了 法兰西又怂了 高卢乌鸡又再次被安萨英美给玩弄了 举白旗投降了 而且投降速度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 才短短几天态度大变了 那么马克龙和拜登已经就这个天价的法澳潜艇合同进行的沟通 打了电话 那么拜登呢说了一些好听的话 开了一些空头的支票 马克龙啊好像态度已经软化了 他当场宣布召回的法国驻美国大使 下个星期就会重新返回美国 然后呢双方会试图修补法美关系 法美之间关系是牢不可破的 那么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啊 我真的笑了 我觉得既好笑又好气啊 好笑就是才短短几天啊 你本来是愤怒的攻击 结果呢你现在直接咽气了 好像被阉割掉一样 对美国已经没气了 二战以后 二战的时候你好像抵抗了纳粹德国好像是六周吧 两个月啊 现在短短几天 美国这个渣男说了几句好听的话 就把你重新骗上床了 这个好笑 好气就是 我觉得我在这个国家土地上啊 生活了这么久 我对他是有感情的 我不希望看到 说老实话 我不情愿看到法国利益受损 这是实话 我希望你能够硬撑下来 你起码 我不说你重新走戴高乐独立自主的路线 起码你面对美国损害你法兰西德利的时候 你要拿出一个态度 你好歹给我撑好几个星期吧 结果没几天啊 就投降了 当然呢 这也是我预料之中的 因为我早就预料到了嘛 不信你去翻看前几期的视频嘛 我说了嘛 法国到最后一定是几天以后 让这个召回的大使重新返回美国 然后呢不了了之 美国让他没有什么澳大利亚 甚至印度阿斯安 甚至台湾地区给法国以补偿啊 所以美国人是非常非常阴险的 你法国人绝对不能够相信美国人 但是呢 法国人又再次选择相信 美国人是不是像一个扎兰和一个靓女在谈恋爱 抱铁天舞 靓女一次一次遭到这个扎兰的背叛 但是扎兰说我永远爱你 又再次上当了 我来读一下这个爱丽舍公和白宫的声明啊 很有趣 很值得聊一下 先读一下书面声明 就是美国重申法国和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参与 具有战略意义 美国意识到欧洲防务需要变得更强大 更高效 为全球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并补充北约的作用 美国承诺加强对法国在撒哈拉地区领导的反恐行动的支持 那么这里面的总结出来就是三点 第一点就是法国 现在已经被美国鼓励怂恿加入印太地区 参与到印太平衡 就是一个自由的印太地区 大家都知道这个组织是反华的 反中反华围堵中国的 所以这个法国有没有胆量了 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有可能的 不是没有可能啊 因为法国最近这个参议院的这个代表团已经决定 10月4号就要访问台湾了 在这个理查德参议长的带领下 法国有一批 而且数目不在少数 一些反华的议员 这些议员都是这个美国的线人 傀儡 就是利用这些反华议员来挑拨中法之间关系 所以我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就是法美关系现在 已经走向修补的这个状态了 但是法中关系呢 有可能在下个星期啊 会遭到破坏 中国一定不会做事 不管你法国把代表团派到派去 有可能是他们自愿的 不管了 反正你访问台湾 你就是严重挑衅中国内政 挑衅一个中国原则 中国一定不会做事 不管一定会制裁你 那么法国呢 极大可能也会反反制裁 就像这个欧洲议会 因为新疆问题啊 他制裁中国官员 中国反反制裁 制裁欧洲议会的一些反华议员 就是这些提出制裁中国议案的议员 我就定点针对你 但是呢 就是这些烂人把欧美关系 中欧关系给搅乱了 现在欧中关系因为这些反华议员 遭到了破坏 到现在中欧投资协定 还是目前处于终止状态 所以反国有没有可能因为 这些反华议员访台 而这个中法之间关系遭到破坏呢 极大可能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恐怖的 我在这里目前啊 我来猜测一下 不排除 马克龙和拜登已经讲好了 已经勾搭上了 拜登让这个印度R3 接手法国的潜艇计划 潜艇合同 甚至啊 让台湾地区接手 那么这个是更加恐怖的 这两个都是有可能的 印度啊 它是积极希望能够参与到 这个自由印太联盟的 第一可以围堵中国 第二可以借机来啊 加强自己的军备 提升自己的军备实力 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 找借口去购买 其他国家的这个军事装备了 印度R3是没有能力 它不光是核潜艇 它是租借俄罗斯老毛子的 它连常规潜艇 这个技术生产线都是需要 其他国家的援助帮助的 那么现在法国的这个 澳大利亚合同已经泡汤了 这个合同呢 是不光是要提供潜艇的 它还要把这个技术生产线 原分不动的交给 手把手的交给澳大利亚人 现在澳大利亚人不要了 那么R3绝对需要 R3非常非常需要 这个生产线特别是这个技术 你给我把这个图纸给我 教我 教会我 教会我以后我来围堵中国 我来填补这个第一岛链的 这个漏洞就是印度洋这一块 你想想看 印度洋如果被 这个印度补齐的话 那么对中国绝对是灾难啊 美国有可能 所有法国你也要加入印太地区 你来武装印度 可以获得巨额 这个订单啊 失之待鼠 你收之 印度阿森啊 台湾地区也是一样啊 这个蔡英文的 这个所谓台舰台造 不就表明了台湾就是 希望以武巨头吗 希望联合其他国家的军事 技术人才 打造台湾所谓自己的潜艇 名义上是自己造的 其实是什么 德国的壳子 美国的动力 现在加入一个法国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这个合同高达几百亿啊 台湾人有钱啊 反正我赚了中国人钱 我来反中国 有什么不可以呢 你中国人就是贱啊 你要送钱给我 我来买武器 是我自由 所以各位看官啊 你今天我跟你讲的这些东西啊 你一定要引起警示啊 这个法美是穿一条裤子的 法座是尿不到一起的 你不要指望这个法座关系能够好 因为 这个法国现在实行戴高乐路线啊 它是对于法国的领导人也好 还是平民也好 都是极其危险的 现在美国对这个国家已经三层次的控制了 你可以翻看我以往的视频 所以什么司马兰啊 还有一些自媒体在那边幻想说 法国因为这个事件以后暴露啊 有可能借机走向独立啊 走出会退出北约 甚至呢会靠拢中俄啊 跟中俄进行一些军事合作 目的就是恶心你啊 这个美国 拿这个作为筹码 跟美国交换利益的筹码 但是呢 你看到没有啊 他不仅不靠拢中俄 而且他反而更加靠拢美国 因为美国说了几句好话啊 几句承诺 就让法国屁颠屁颠的 跑回美国的怀抱了 这个北非军事反恐行动啊 还有这个欧洲拥有更多军事主权啊 这都是空白支票啊 法国一直以来都是自己 在默默的去做啊 凭什么需要你美国的首肯同意 我才能去做呢 这个默克尔和马克龙在 2018年就已经 同意要建立一个 打造一个欧洲联军啊 连第四代欧洲联军的 这个飞机都已经在开始打造了 咱们一起来造 为什么呢 因为你北约其实是美国的工具 你维护的是美国利益 你是挑拨欧洲和俄罗斯关系的一个工具 甚至挑拨欧洲和中国的工具 北约就是一个傀儡 我要打造一个自己的欧洲联军 便宜好用 又有自主权 我不以你美国利益为优先 但是现在美国 承诺 我允许你 变得更强大 更高效 你不是打脸我吗 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还有这个反恐行动 就更那个了 法国一直以来都是 欧洲 这些非洲国家的殖民母国啊 有的人天真地以为 法国势力已经跑 离开了啊 在这个二战以后 这个反殖民以后 灰溜溜的跑回了 法国啊 什么你看阿尔及利亚那些 法国的移民啊 名叫什么黑族的 就是PNR 都已经跑回法国了 法国在非洲已经完蛋了 已经被中国超越了 你这是太幼稚了 法国在他现在的那些 非洲的原殖民地啊 他还是有巨大利益的 甚至他已经牢牢的控制了 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 仍然是使用法语为母语啊 仍然是使用法国已经废除了的 法郎作为中央货币啊 储备啊 更不要说法国每年都把一些非洲的精英啊 输送到法国各地高校进行法式教育 给他们洗脑 让他们认同法国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 然后回到欧洲以后 哪怕你不回到啊 这个非洲 你都可以继续充当法国的 在当地的代理人 为法国说好话 所以我法国在撒哈拉地区实行反恐行动 凭什么需要你获得你的手肯呢 其实美国就是要 表态支持法国的这个反恐 确认你法国在当地势力范围就是你的 我美国我不插手 你是非洲宪兵 我美国 我只关心中东亚洲 我非洲让给你 这就是美国的险恶之处啊 通过这个通话 他已经确立了三点了 第一点承认呢 这个法国在非洲的势力 你是老大 我不跟你争 那法国马克龙肯定高兴啊 第二点 你 我希望你变得更强大 欧洲防务更强大 更高效 补充北约作用 我开始松狗链了 我给你相对的自主权 当然这是屁话 美国绝对不会松口的 但是马克龙听了以后 幼稚的法国人听了以后 自由浪漫 浪漫有余 尘世不足的法国人听了以后 他一定会把它当真啊 那么作为条件是什么呢 你加入印太 我给你这些 印太就是要围堵中国的 所以现在 这个事情发展的事态 反而变得对中国不利了 这是我最最担心的 我一开始认为 法国和美国中间产生的缝隙矛盾了 咱们有机会了 要插进去 给他插进去 但是呢 没想到 英美 这个犹太人啊 这个玩这个阴谋诡计啊 跟这个中国人啊 有的一拼啊 当然呢 中国还是阳谋比较多了 我就跟你名字来 你看这个英美 阴谋诡计啊 只要你稍微的说几句好话 法国又跑到 美国的怀抱里面呢 好吧 所以这个事态的发展啊 咱们还要密切关注啊 说不定过几天又反转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还是有一个 整条 整个事件有一个 中心线 贯穿于中啊 它不变的 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美国欧洲的利益和 这个 欧洲的利益和美国一致 你不要幻想欧洲和美国 会有矛盾 这只是内讧 利益分赃不均 一旦他们把利益分配完整了 就会共同把 矛头指向中国 不要幻想美国 能够 允许 法国退出北约 能够允许 法国跟中俄合作 所以 有些自媒体的幻想 司马兰的幻想 可以到此为止了 到此为止 好吧 今天这期视频就随便聊一下 喜欢我的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谢谢大家